兩名男子抱在一起扭打 不聽一旁的友人勸阻 誰也不讓誰 這個時候一旁的男子 拿出安全帽來 K了其中一人的頭 另外一名女生則是死命 要把他們給隔開來 頓時間打架的勸架的 三四個人跌在一起 把大家擠壞了 這是發生在30號下午1點多 地點就在墾丁南灣的超商前 熟識的親友從苗栗 搭遊覽車南下墾丁遊玩 中午在餐廳用餐時喝了酒 兩名姻親竟然當街上演 自家人打自家人的戲碼 遠景獲報立刻出動快打部隊 趕到現場 他們居然還扭打成一團 警方緊急將他們隔開 制止他們情緒失控 結果爛醉如泥的男子 被拿安全帽砸 頭部有皮肉傷 傷勢並不嚴重 恆春警方接獲報告後 立即派起 線上快打部隊前往查處 警方趕底現場後瞭解 為遊客在南灣超商前飲酒後 與家人發生頭腳及衝突情勢 警方將現場知識人員 帶回駐地管束 自家人早有心結 酒後起衝突進而大打出手 儘管互不提高 警方還是依違反色違法 將他們送辦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